白一點是這樣子的 你要找到合適的單子也要切 也可以切出不錯的效果 這樣,看到嗎? 一般比較好 當然 更新葉講完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比較深入問題 就是談植物的生理功能 那一般談生理 生理功能這個部分的話 比如說光合作用 基本上就是植物體內所進行的一個生理作用 呼吸作用也是一樣 所以你去看第三章就很可怕 第三章整個都是講人體 那個地方 我們期末應該會非常的 進度非常的驚人 那個速度會飆得很快 所以還沒有習慣做預洗的同學 我奉勸你真的要預洗一下 不然那時候的速度可能會超乎你的想像 然後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去談植物體內 一個很重要的生理作用 就是運輸的問題 好 那植物的運輸構造是微管束 如果從組織的觀點 因為組成生物體的構造層次是各的 負責運輸 所以我們就把植物體內這些 負責運輸的細胞組織 稱為輸導組織 好 稱為輸導組織 那這名字應該已經夠白話 也可以凸顯出它的功能 然後接下來 那這整個輸導組織當中 有做的一點工作分配 所以我們在按照這個工作分配呢 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看 好 就是木質部 然後跟韌皮部 那還有一個輸導組織 如果你要用另外一個稱呼 把它叫回管束組織也來好 直接從它的名字去定義組織 這也可以接受 如果你有看到這樣的成果的話 好 那所以 運輸這件事情很重要 你把這套運輸系統想像成 就像我們身體內的循環系統 OK 如果沒有循環系統的話 那你的氣體的交換會出問題 對不對 如果沒有運輸系統的話 那我們養分的分享 你消化系統可以處理養分 那你身上所有的細胞都需要養分 對不對 所以 運輸系統基本上 它是在 複雜的多細胞胸物體內 一個非常重要的交流管道 所以 對於輸導組織圍管處來說 基本上它也是一樣 它是植物體內 一個非常重要的交流管道 可是因為植物體內 要交流的物質太多了 所以呢 我們大致上 大致上先區分一下 好 木質部呢 主要協助 那個 電解質 然後呢 跟水 因為電解質要溶於水 才有意義 你看 任皮部呢 它就比較負責什麼事情呢 任皮部的話 就比較負責 有積物的部分 好 那你們國中一般來講 都講說 任皮部可以運送養分 或者講說 尾管處有運送養分的功能 其實一般來 大概都在指這個 可是接下來再仔細想一想 這個觀念就很重要了 請問 當任皮部在運送那些糖類胺基酸的時候 這些糖跟胺基酸 你要讓它流動 要流動的前提是 要讓它融於水 這樣 知道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吧 任皮部絕對有幫忙做水分的交流 你看 你那個物質要融於水 你知道辦法讓它流動 你看 好 然後 所以接下來第二個問題 也是牽涉到 就是到了高中之後 我們要管你觀念 稍微要稍微去澄清一下 就是 那木質部裡面 難道真的都不會出現有機物嗎 會 有少量的有機物 有少數種類的有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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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出現在木質部當中 舉個例子 這個東西你可能吃過 不一定吃到真的 因為名字上也可以補你 這是豐糖 豐糖 豐糖 飲料 甜點 有沒有 有時候會跟你講說 他加的是豐糖 老實說算吧 我覺得他中秋還是給你 隨便加個蔗糖這樣就可以 但是它是胡你 好啦 可以看這個多多不糖 豐糖就是 你去把那個 那個一根管子 然後把它插到那個豐樹 的樹幹裡面去 然後直接就戳到哪邊去 就戳到那個邊材 然後引導那個邊材的液體 緩慢的流出 然後接下來再把裡面的水分增掉 然後取那個裡面糖分的部分 那個就是豐糖 所以豐糖是取木質部 木材 這樣 OK 好 記這個例子就很方便了 所以木質部當中 不會全部都是電解質跟水 好 那現在 如果我們從功能跟目的來看的話 那接下來構上面要怎麼配合呢 就是你要有管子 因為要運輸 所以比較合理的方式 像我們有血管 然後裡面有那個流動的血液 對不對 所以 樹稻組織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希望呢 它可以讓這個物質的交流 就遠距離的這個傳送 所以要有管子 那偏偏不幸的是 細胞的大小通常有限制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 只用一個細胞做一條管子 這條管子呢 貫穿跟經驗 這個不太可惜 但合理範圍裡面呢 只要沒有超過這個細胞的極限 我們還是可以盡量讓這個細胞拉長一些些 你看 那 木質部裡面呢 總共有兩種管狀的細胞 一個叫做管包 那你也可以把它叫做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假導管 然後 對應到管包 有另外一個 形狀上稍微不一樣的 叫做導管 所以木質部裡面主要都是管子 它再用兩種管子的造型 等一下看畫面看 然後接下來呢 任皮部裡面只有一種管子 這種管子呢 稱之為 叫做腮管 好 所以任皮部的組成呢 第一個是腮管細胞 好 塞滿細胞 然後再來 這個細胞有一個問題 一樣等一下 補充的這個文字 有一些我會再補上去 等下畫完之後再回過頭來把它補起 這個細胞呢 不是很完整 所以它 有些事情 它自己沒有辦法去做到 所以要找一個協助的助手 這個助手呢 叫做半細胞 OK 先談組成 等下有一些補充的東西 我們再回過頭來談 好 文字差不多 所以先看那個 管包的部分 木質部當中 管包 管狀的細胞 植物體內的細胞來源 都是來自於分生組織 所以呢 想像一下那個 一群 有沒有 我們講那個頂端生長點的那種 哦 分生組織是植物生長的過程當中的細胞的來源 那分生組織就是小小的球型的細胞 然後所以它不斷的分裂 然後產生很多的細胞 對不對 那其中有一個分生組織 叫做 微管束型腎層 在微管束型腎層所在的地方 它分裂呢 向內可以補充 木質部的細胞 向外可以補充 韌皮部的細胞 對不對 如果是那種頂端分生組織 我們到目前為止 主要遇到的頂端分生組織 就是在根間 對不對 那鯨鼎當然也可以 好 所以你看根間的分生組織分裂之後 可以慢慢的堆積 就形成黏長度 對不對 根主要生長的那一段 對不對 向外的部分的話 持續的補充跟灌 那些脫落的細胞 對不對 然後來保護那個根的那一部分 好 所以他們其實 因為那個細胞一直在分裂 一開始都是球型的 可是我們要的是管子 好 所以它的分生組織分裂出去之後 它的下一步呢 應該是先從球型的細胞 然後呢 慢慢的拉長變成是長條狀的細胞 好 我畫胖一點 就這樣線條比較好處理 OK 假設白色 這是它的細胞壁 然後我們把它的細胞膜 加上去 好 這符合 植物細胞的一個構造上的基本特徵 對不對 細胞膜 包著細胞石 有細胞核 有各種的包氣構造 往外有細胞壁 框柱 你看到 那現在造型上 那我先做一個塑造 修改 因為 拉長的結果 因為一個細胞可能真的不夠長 沒關係 你起碼比那個球還要長 對不對 所以到時候不夠了 我們再來接 這樣就可以了 你看到 可是因為 墨石布的這種水管 它非常重視支撐力 那如果你現在呢 細胞壁這時候活活的就不行 那沒關係 因為 反正 細胞壁成分 主要成分是纖維素嘛 所以我們就是想辦法 再多一些纖維素 好 假設呢 白色這個是比較基本的層次 就是 這個植物呢 在早期的生長的過程當中 它 基本需求的這個細胞壁 可是我們現在呢 希望做一個很堅固的管子 所以細胞壁呢 要再刻意的加厚 那細胞壁 要再增加纖維素 可以 它一定要從細胞裡面製造 它從細胞裡面製造之後呢 要把纖維素給分泌出去 然後 它很不幸的 因為纖維素的分子量 真的有一點誇張 所以 當植物再把那個纖維素分泌出去的時候 會 會形成一個比較有趣的做維基 會形成一個比較有趣的做維基 所以 會形成一個比較有趣的做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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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這個是原本最初的細胞壁 黃色的 當一個植物細胞需要在細胞壁上面刻意加強 增加厚度的時候 它會在它後來的生產過程當中呢 持續性的累積很多的纖維素 跟一些特殊的成分 來去強化細胞壁的架口 那因為 纖維素的分子量有一點大 所以 就會導致 就會導致 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是 這是原本的細胞壁 這是細胞膜 然後它分泌了纖維素出去之後呢 只能卡在哪裡 只能卡在原來的細胞壁的地方 你送不出去了 好 所以呢 它就卡在這之間 然後 所以如果我們把細胞膜的輪廓畫出來的話 這樣比較讓你可以去想像 對於它管包 它想要去增加細胞壁厚度的時候 它後續 額外加的這些纖維素的成分 會堆在 早先的細胞壁 跟細胞膜之間這個空氣 跑不出去 所以 越貼近細胞膜的成分 那個纖維素的成分 是比較 比較新 產生的 然後 所以 比較像外面表面那個地方 那個細胞壁是比較早時間 比較早的時間點所形成的 你看 所以看我們有時候 細胞壁這個都是細胞壁 現在白色黃色這個都是細胞壁 只是為了區分時間的早晚 那個比較早形成 形成的 從那個細胞一路 從那個小細胞長大過來 一路存在的那個 我們就把它叫出生壁 後來變添加性的成分進去之後的 所形成的 就叫做次生壁 OK嗎 那這個地方 它總共要解決兩個需求 第一個 這個管子的支撐力要夠好 OK 那細胞壁越厚越好 對吧 可是 等一下 還有一個麻煩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畫一個管包 現在只有畫一個管包 接下來一個問題是 墨石庫 基本上呢 它在這一種細胞做好之後 它會讓這個細胞走路死亡 OK 植物細胞死掉之後 細胞膜會垮掉 細胞質會流失 但纖維素暫時還在 細胞壁暫時還在植物體內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意外 有微生物進來分解的話 這個細胞壁的框框應該還會在 就像木材沒有腐爛之前 對不對 木材一直都在 這樣看齁 所以 原本這裡面還有細胞質 然後這個細胞成熟死掉之後 膜 紫雙層的膜開始瓦解 細胞質流失 所以最後框流下來了 裡面通通都沒有了 就這樣 OK 所以這是做好的管包 所以在這個管包上面 它的細胞壁呢 就有厚薄不均勻的分布情形 但這是一個剖面 如果說我們去看它的表面的輪廓 你很有可能會看到什麼呢 有一些管包它是這樣子 那就在那個細胞壁上呢 你用顯微鏡看就很清楚 就看到很多圈圈 然後套起來 那個圈圈顏色比較深的地方 就是細胞壁厚度比較厚的地方 然後有一些管包是這樣子 就兩頭尖尖的 然後呢 它上面呢 那個比較厚的地方 就形成了螺旋狀的紋路 好 然後有一些呢 就形成像這種 動 所以我們現在等於是把這個管子 直接從中間切開 然後為了要觀察它的細胞壁的狀況 所以 當你在顯微鏡底下 一看的時候 你非常有可能 誤以為 那個 有圈圈的地方 細胞壁比較厚 圈圈跟圈圈這之間 會不會細胞壁已經消失了 或大部分消失了 結果發現其實沒有 它是這個樣子 你以為的 有動的地方 像這種就很明顯 你以為有動的地方 其實它只是什麼 它只是細胞壁相對比較薄的部位 所以它會在管壁 細胞壁上面 留下那個比較薄的部位 顯微鏡底下 會誤以為這個地方是穿孔 所以我們就給它一個稱呼 叫做壁孔 可是因為有一些管包 它表面它的紋路是線條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把它叫 蚊孔 叫壁孔或蚊孔 不過高中只能整個這個 蚊孔這個部分 可能會沒有特別具體 好 所以 這個地方 以為是動的地方 事實上 它只是只有保留出生壁 或只有出生壁 那個顏色比較深的地方 是因為它還有次生壁的存在 好 所以接下來 這個細胞 顯然的 它應該是不夠長 所以怎麼辦呢 接 那管包有一種接法 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 我還有一種接觸 製造 是 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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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讓兩個管包尾巴兩端比較尖的這個地方 刻意讓壁孔對著壁孔 所以到時候我們就可以善用這樣的銜接方法 因為管壁比較薄的地方水分比較容易流過去 OK 水分來說的話對植物來講只有根會吸收 所以入口是在根 目標是在葉子 所以一路從根吸收進來之後根經葉 所以水分的流動方向只有一個 一定是由下廣場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拿這個來看好了 現在在這個細胞裡面的時候 水分的流動沒有障礙 可是一個管包就是不夠長 你就是要接對不對 所以現在在跨越細胞的時候就會遇到一個問題了 就是你去想像一下 等水分到這裡的時候 我是流這樣比較順 對不對 還是自己找麻痺去通過那個 刺身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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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路鑽 最厚的地方去通過 這很簡單的應該是走薄一點的地方 會比較順暢 在可以想像一下嗎 所以它這個技巧性的把兩個管包末端的地方的壁孔 讓它的洞可以對齊 所以這個時候 水分在流動的時候就可以走壁孔 就可以搞定了 可是這樣還是不能解釋 那既然這樣的話 我應該只是在頭尾這個地方 對不對 形成這樣的細胞壁的後補不均勻嗎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子 旁邊這個地方幹嘛也要搞這種細胞壁的後補不均勻 原因是你去想像一下 我一路這樣走 目標可能是葉子 從根然後到金然後到葉子 那請問 尾管樹所在的地方 你拿雙子葉的草本金 對不對 尾管樹在的地方 它兩邊有鄰居 那兩邊鄰居一邊是誰 靠近表皮那邊的鄰居是 尾管樹 尾管樹在靠近表皮這邊 直接的鄰居是誰 小老師你可以考小考的 靠表皮這邊的鄰居是 皮層 對不對 靠裡面的那邊的鄰居是 水 這兩邊是不是都是活細胞 那你想 難道只有葉子那邊需要水分 所以我這樣整個水分流過的路 路過的地方 兩邊的活細胞都不用水分 這不合理吧 對不對 好很不幸的 植物沒有微血管 但不會有這個稱呼 我說植物沒有對應 像我們有微血管這樣的構造 那應該有這個概念 我們身體裡面 交換物質的主要的地方在哪裡 是在微血管 那微管樹基本上呢 它就變成是只有主要管線 那比較少的次要管線 所以這時候問題來了 它的兩邊 它路過的地方的兩邊 有很多的活細胞 是需要它供應水分跟電解質的 對不對 可是我的目標其實是在很遠的地方 我希望這個水分 終究可以送到目的地 但是我還要 將就一下應付旁邊的需求 所以它就做了一個這樣的特殊設計 讓細胞壁的厚薄不均勻的好處是 不小心這些水分就會少量的滲出 這些水分會少量的滲出 所以這不小心流失的 剛好就可以應付旁邊活細胞的需求 可是大部分的水分 是不是能在管子裡面流動 所以我是不是仍然有機會把這個水分 送到我要的目標 那是一個相對比較遠的距離 所以為什麼 不是只有頭尾的細胞壁做特殊處理 而是整個細胞的細胞 必須做特殊處理 就是這個原因 然後這個東西很漂亮 其實有一些植物 像那個 這是單子葉 單子葉的話 你可以在那個 有人有興趣的話 如果你懶得作用 你可以直接去咬 你不用切片了 你去找一攤那個榨甘蔗 然後去跟它要甘蔗渣 夠乾淨嗎 沒有很髒的問題 因為它只是黏過 那些 要一搓甘蔗渣 越鬆散越好 那直接把它抽一根起來 然後你再寫微信底下看 你有機會看到彈簧 你看喔 如果它被那個炸過去 黏得夠徹底的話 這樣就不用你切了 你看多方便 有興趣的 趕快現場先移 好 然後 那個 所以這個就是 這是管包 可是這樣的設計方式 它有一個缺點 你就算把這個洞對得再整齊 難免還是要通過 相對來講 比較補的細胞壁 那還是會影響到一點點流速 所以 我們這樣子推測 很有可能 植入後來 在這個方向 有著改良的版本 這個改良的版本 是這樣子 就是我乾脆呢 把那個細胞的上下 直接打通 你看 然後 旁邊的基本要求還是在 就是我還是需要當細胞幣 然後 這樣子 那這裡應該是 把它當作是空的 然後繼續接上去 然後往下繼續接上去 所以改良版本 它的頭尾就不再是尖尖的了 然後直接把那個細胞的 上下的細胞幣去分解 然後我們管子對管子 直接對接 這樣的好處是 這樣水分一路通順的連過去 對 障礙變少 好 旁邊仍然留下細胞幣 比較薄的地方 讓水分有機會 可以不小心 跑出來供應旁邊 它路過的地方 臨近的火細胞 好 所以 這一種 它還是會有 臂孔或蚊孔 但是 跟 管包的差異性是 你在它的上下 會發現 它的細胞幣是 幾乎或完全消失 你看 所以 這樣子的話 水分流動過程 所受到的阻礙 應該可以降得更低 所以 這種形態 就是 導管 所以導管跟假導管的話 基本上 就要靠哪一刀 才能夠看得出來 我們看 像金和根 對 你起碼兩個方向可以切 這個方向 以這個瓶子來講 這種方向叫 橫切 這個方向叫 重切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確定 它是導管 還是假導管 恐怕 你要利用的是哪一刀 這樣很明顯吧 應該是 透過 重切 因為橫切一切 反正大家都是 遠遠的細胞 聽懂嗎 看不出所以哪 所以為什麼 需要你們去切那兩刀 但葉子比較受到限制 真的要切到兩個方向 基本上真的比較辛苦一點 這樣 OK 那那個作為不要這麼大的負擔 首先拔起來 小心挖起來之後 來個全身掌 然後葉子局部罩 然後金的局部罩 根的局部罩 外觀 對不對 挖到根毛 算你厲害 這絕對反應在分數上面 這樣可以吧 而且切得夠清楚 線條夠簡單 那如果你手刀 那個刀工目前還沒有到這麼精細的話 還有一個技巧 你如果是用寫微鏡的話 把光圈調大一點 到時候就會感受到 信討可以變得很清晰的 好 所以 這是木質部的兩種細胞 管包跟導管 這兩種細胞 基本上呢 他們在不同的植物的比例 有一點點文章 我們發現呢 螺子植物好像偏重管包 然後到了雙子葉 常常是管包、導管都會有 你看單子葉呢 有很多的種類是完全沒有管包、石油、導管 看出一個變化的趨勢的感覺 螺子植物跟配子植物 誰在演化上出現的時間點比較早 這樣齁 好 所以如果我們大膽的推論 單子葉又比雙子葉出現的時間更晚 對不對 所以單子葉後來怎麼選 單子葉寧可選擇這種 流動效率比較好的管子 對不對 反正拋棄的那種 流動效率比較不好的管子 好 所以這有一點點可以看出演化的趨勢 這樣都可以嗎 所以可否有很多那種電腦畫的 當然會感覺比較立體一點 那也有幾張顯微鏡底下的這個圖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紋路 那個都可以確定它是管子 現在問題是哪一種管子 所以現在 回到我們先補齊這個部分的資料 所以像木質部的細胞的話 你不管是管包 管包還是導管 它有一個共同的特色是 這樣的管子這個細胞做好之後呢 它就讓這個細胞死了 因為我只要你那個框當管子 我不需要你的內涵 這是一個比較殘酷的事實 所以木質部大致上來說 除非你要討論的是說 木質部是不是還有一些細胞 還沒有完全成熟還沒有死掉 否則正常的成熟的木質部細胞 都是死細胞 導管假導管都是死細胞 我們只需要你提供那個管子的輪廓 然後呢 來達到運輸 細胞膜 細胞質 這樣的條件 對於水分跟礦物質來說 並不是特別重要 可是到了腮管就不一樣了 因為總共只有三種管子嘛 所以到了任皮膚的腮管呢 塞管的做法會有一點近似導管 可是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因為有很多細節 所以要畫得更搭一點點的 現在總共三個細胞 上下兩個頭被切掉了 這邊中間這個才是主要的 所以我們利用它來觀察 整個腮管的接法會比較像導管 就是那個管子是直接上下對接 可是導管的話呢 它的上下的細胞壁是幾乎或完全消失 幾乎或完全消失 但是腮管的話呢 那個細胞壁你絕對還是看得到 然後可是差別在哪裡呢 它當然還是要細胞壁加後處理 所以它有加後處理過 好 OK 下一個比較特別的處理方式 就是呢它的細胞壁還在 但是它會希望那個細胞質的流動 液體的流動可以很順暢 所以呢它的處理辦法就是 把部分的細胞壁給分解掉 好 然後細胞壁分解掉的時候呢 它的細胞膜還在 所以留意一下那個細胞膜 所以留意一下那個細胞膜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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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 细胞之间的细胞膜 现在呢可以连在一起 塞满细胞的做法是直接打穿两个细胞 让两个细胞之间呢 直接拥有畅通的管道 好,为什么要特别去强调这一点呢 因为它还是活细胞 OK,它还是活细胞 因为红色代表的是细胞膜 好,名称上我不特别去加注了 看懂了吗 好,所以现在呢 它的细胞膜还在 既然细胞膜还在 那就表示它可以保留细胞质 但塞管呢 它为了要让这里面的液体的流动 塞管内液体的流动 可以上,可以下 因为植物体内养分的流动 是需要做调配的 比如说如果现在在白天 白天的时候 叶子是光合中的主要部位 这时候呢 会从叶子大量送出养分 请问这养分送出来之后 你要往哪里送 如果现在有牙在生长 请问牙很消耗养分 你要不要给它养分 可以理解吗 好,万一牙所用的养分已经够用了 请问你还有多余的养分 你可以往哪里送 好,根腱要不要生长 OK,可以分给它 对不对 如果靠除掉这些生长部位 真的都够用了 都满足了 那你养分还是过剩 这时候呢 就是放在皮层或水这些部位 把它储存起来 所以等到白天现在没有光合作用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把之前放储存的养分搬出来重新利用 你会看到有一些植物是这样子 你从那个地上部的地方 本来整棵植物有两公尺高 然后你从地面之上二三四公分的地方剪掉 一个叶子都没有看到 然后没多久之后它又重新涨牙了 请问养分哪里来 早些储存的 现在可以拿出来用 可以想想吗 所以养分流动很麻烦 养分的流动要看时间点 还有要参考部位 你一定要两个部位 才能够去判断说 它有时候是由上往下流 但也可能由下往上流 就是破 好 回到这个问题 因为它主要要送的是什么 是有机物 而有机物 可能你给它细胞质这个环境 那个成分比较不容易变质 你看啊 水分跟矿物质 矿物质本来就融解在水里面减 所以可能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重要 可是 腮管我们看得出来 它刻意保留的细胞质 那你要刻意保留细胞质 你就要配合的那个细胞膜 可是这些液体在流动的时候呢 很不幸的 细胞里面最大颗的那颗 因为你们最大颗的那颗 细胞核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障碍 你会想到那细胞核一画 细胞核这么大颗 还好 不要忘记了 细胞核表面还有什么东西 还记得吗 细胞核表面不是发展出 一直向外延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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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到声音 内直网 对不对 所以 那个在发展出去之后 那时候液体流动之 这样一直闪来闪去很不好 所以它就干脆放弃的细胞核 连带的内直网 那个面积 分布的范围也降的很低很低 所以这样子的话 里面的液体流动 就会顺畅多了 然后接下来解决细胞 跟细胞之间的问题 所以呢 为了要让液体在经过细胞之间的过程当中 可以很顺 所以呢 一般来说 当然比如说我们画细胞 可能会这样子画 你是独立的细胞 我是独立的细胞 万一我们有交流物质的话呢 它就很麻烦 它先要通过 通过我的细胞膜 再通过你的细胞膜 然后再过去 那你有东西要给我 先通过你的细胞膜 再通过我的细胞膜 再过来 这样是不是就很麻烦 所以它就干脆把它打穿了 打穿之后 上下的腮管细胞的细胞值 可以直接交流 那这个需不需要再进一步改善说 我把整个这边通通都拿掉 目前还看不到 所以显然的 以现阶段来说 这样似乎也够用了 好 所以接下来问题来了 它呢 一样在旁边侧边的细胞壁上 留下厚薄不均匀的洞 然后这个洞呢 疑似的洞 不是真正的洞 疑似的洞 我们就把它叫做 側塞孔 所以这些側塞孔 側塞孔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那个 我需要部分的养分 渗出来 对不对 好 就由这些側塞孔来处理 那我要维持 我的液体的流动的主流 在这个方向 顺着细胞的这个方向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时候 上下细胞之间 刻意打穿的这个洞 这个现在就真的是洞 这中间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好 这个洞 我们就称之为 塞孔 然后 把 塞孔这个地方 它怎么打穿 塞孔这个地方 你看 这里是本来 要有上一个细胞的细胞膜 然后 接下来是上一个细胞的细胞壁 然后 接下来去紧贴的下一个细胞的细胞壁 然后 再到下一个细胞的细胞膜 起码这四层嘛 对不对 一口气打穿之后 这个地方 如果你去对 那个重切或横切 那个课本上有一张图还蛮漂亮的 你去做重切跟横切两个方向交叉参考之后 会觉得 这个地方呢 有一点像是 我放一片板子 我这边放一片板子 大致上把这两个上下细胞隔开 但是这板子呢 如果你看这个方向 会发现呢 它已经钻了很多个洞 所以我们就把这片板子 就是两个细胞交界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称之为塞板 所以现在是塞板上面的孔隙 叫做塞孔 而塞管细胞侧边 那些细胞壁薄弱处 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塞塞 那这里面 利用水分帮忙带动 主要是有机物的流动 那请问 这里面有没有可能溶解电解石 当然有 但那不是它的主要工作 它的主要工作 还是让有机物流动 但因为有水的存在 你不会避免 电解石溶解进来 不要忘记了 它的隔壁的邻居就是这个 对不对 所以 那你木质部这边的电解石 不会不小心跑到这地方来吗 对不对 好 所以接下来再一个问题是 那 老管或甲老管里面 当然它主要真的是要负责电解石的运送 对不对 可是 有一些特定的有机物 它是需要依赖这个管道的 所以木质部当中绝对不要去排除 它仍然会出现有机物的可能性 但你可以把它视为是特殊 可能种类相对比较特殊 那再量可能也会比较少 先把观念的部分 所以我们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就要去谈方法的问题 现在构造面需要这个的配合 所以它有一个半细胞 麻烦来了 这个细胞它做了这么大的牺牲 就跟我们红血球一样 红血球为了要运输气体 所以它牺牲了细胞核 对不对 那腮管细胞为了要去 让运输比较可行一点 它牺牲了细胞核 牺牲了细胞很多的构造 包括连能量的制造ATP都有问题的 所以等到它自己要做事情的时候 它就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 旁边 会需要一个薄壁细胞 来协助它 所以落在腮管细胞旁边 专门用来协助它做什么事情呢 因为腮管运送的其中一个有机物 叫做蔗糖 所以当它帮忙把蔗糖送进 或送出的过程当中 这里是要通过细胞 对不对 蔗糖是一个有机物 又要通过细胞膜 你就得考虑 我那时候提到 你只要是有机物 要通过细胞膜 请你考虑 两个 一便利扩散 二主动运输 如果你现在刻意要做这件事情 大概排除不了 它应该是主动运输 那因为 3款细胞 它已经不完整了 所以它没有办法自己提供充足的能量 完全主动运输这件事情 所以就由半细胞代表 帮它把这糖拿进去或拿出来 丢进去是为了运输 拿出来是为了分配给4个细胞去利用 或者是辅出 所以这两个 一句 这两个 都是活细胞 你看 但是腮管有一个很特别的是 它无核 虽然是活细胞 可是无核 那半细胞的话 事实上 它跟皮层还有水的那种 活壁细胞 没什么两量 只是现在它被指派成一个任务 就是你专门负责协助筛管就好了 好 OK 这边 礼拜三件 礼拜五 那个 有好活动应该没有 只想当我们三个人